护身的心是感动的 念佛的心是平静的 忽持的心是感恩的 生命电视与您心心相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这样子破坏这个残求属命的人的魔君 它是属于哪一类魔呢? 下面就说说它的名字 来 此名山林 徒弟 城隍 川 月 归身 年老成魔 所以这类的魔啊 是三神也有邪神啊 山上的三神 三神也有邪神 所以它受魔所赴 也会破坏人 灵是灵墓 寿灵多的地方也有灵神 灵神也有邪的 邪的也会破坏人 徒弟也有徒弟神 有地神啊 地神也有正邪 正神不会 邪神才会破坏 邪神是受魔所赴 城隍 黄啊 本来就是城的外面的沟 水沟 没有水叫做黄 城外没有水的水沟 叫做黄 就是城隍 后来这个城隍的名称呢 就称为这个神的名字呢 城隍爷 城隍爷 现在台湾很普遍的 各地方差不多每一个县都有一个城隍庙 不过这个这里所说的城隍啊 是指这个城的城沟 那所赴的神是邪神 不是像我们普通一般的讲的城隍 现在一般所尊重的城隍啊 都是正神 而且他是管司法 管检查 他是管阴管阳 他里面呢也有小地狱 也会处罚人 我记得民国八十四年一月 这个中华日报里面有一篇说这个城隍的文章 那一篇文章我看过我才我才剪起来 那文章啊 他写这个城隍神的这个来历 从最早周朝 就周易就有 周朝里面一直写 写到三国 梁景 南北朝 唐宋 元明清 雷朝的城隍情况 都说得非常清楚 而且他说到明朝的开国元军 朱元璋最相信城隍 他封城隍为什么 为什么地 所以这个城隍的庙普遍各种都新建 可能是受到明朝朱逢吾的提倡 清朝一样是那么普遍 所以传到台湾呢 台湾的城隍庙也是很多 像新洲城隍庙 哦 那个灵感不得了 不过那是震神啊 不是 现在这里讲的不是那一类 这里讲的城隍 这里讲的城隍只是指城沟那一边 所附的这个邪神 他会破坏人的道业 川是河流 就是河神 河流的神 月是三月 就像五月之类 冬月太山之类 这些三神 不过三神也有正邪 月神啊 照样有正邪 邪神才是鬼道 才会受魔所使啊 而来破坏人家的这个修行 有伪的 有正道 就叫做神 有伪的而行邪道 那就是鬼 所以叫做大力鬼之类 所以这些鬼神啊 数日经月华 久了 年老 也会成为魔王的种类 成为魔王所使的这个 这个 魔君 所以他会来破坏人家修行 或有先因啊 破佛戒律 于成事者前行五欲 魔最坏的 对于修行人呢 第一步就是破坏他的戒法 你教导他去行邪 做这个不正当的事情 这主要就是破坏这个佛所制的戒律 因为有戒生定啊 因定发挥 只要把你的戒破了 那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那你想要破想印啊 不但是不能破 而且连摄出而印也造了破坏 于成事者前行五欲 前行就是偷偷地做 偷偷摸摸摸地做 五欲就是平常说的 这个 才是明时税 或者是色身相畏处 他就是教这个修行的人呢 去做五欲的事情 这样子来破坏他的这个修行 那么只要他贪欲行一动啊 他的道也就完了 或有精进啊 纯实草木 或者是叫他过度的精进 吃草 吃木头 吃树根 无定形式 没有一定的修法 脑乱世人 用这种方法呀 来脑乱这个修行的人 世人就是想要破想印的人啊 他就想定办法来破坏他 那么用这些种种方法来破坏他 一旦目的达到了 验足心生 他就觉得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魔的使命 他已经做好了 满足了 他就生验 那这个验心一生呢 他就离开 去比人体 比人就是魔所复的人 他就离开这个人呢 一旦离开了 地质于是 具现网难 地质 就是指修法的人 想要破想印 遭到谋破坏 结果 这个私是指这个 谋所复的人 两个人都 因为做了很多 这个事件的这个 不正当的事情 国家法律制裁 所以具现网难 这里有一点文字上不同 后边三种都说 多 多 都是指 多是会造的网难 后边都是指多 地之语是多现网难 后三种称多 前期中生具 具 是通通 一定要陷往来 一定会遭到国法的制裁 后边的多 就是多数 如果不做犯法的事情 就不至于遭受 这个国法制裁 所以是后边情况是不一样 所以这个到了第七 因为都是 教他破坏 因为破坏的事情 这个都是会妨碍这个 国法 都是破坏这个 民情风俗 所以会遭受到这个网难 如当天觉不如轮回 迷惑不知多无间欲 这个道理跟前面一样 佛大事大悲 一再地交代 你们应当 事先要知觉 要明白这个道理 免致遭到魔所复 来破坏你 因为摄受二印已经破了之后 单由第六意识的响应在内心起作用 他不自由受的功夫 没有受的这个苦乐 游戏者的五兽 魔没有办法入侵 没有办法入侵 他就要附在别人的身上 附在别人的身上 然后才来破坏你 用引诱的方法 附在别人身上引诱的方法 把你的道业破坏掉 所以这一点 你必定要先觉悟 先明白 先明白 某种人见前 你不会被他所动 你不被某所动 某种不耐你活 就不入轮回 那你就有办法 把五印破坏了 然后朝着上手 迷惑不知 堕无监狱 如果迷惑了 不知道 那就会堕落在无监地狱 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知道这个众生造罪业 都是因为这个魔在附身 来破坏这个道业 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魔境 道高一吃 魔高一丈 不修行 魔不来 你一用功 魔就要想办法破坏 所以必定要有坚定的信心 来对付魔君 那是第七 第八是探求神通 这个毛病是最普遍的 这里本来第八 又香兰子 受印虚妙 不造邪力 原定发明 这跟前文一样 三摩地中心爱神通 种种变化 研究化缘 摊取神力 这是招摩的因由 他正在修这个 尔根元通 反文文字性 或者是二十四元通的任何一种 或者是各种政治正见的佛法 这就是三脉 就是三摩地 他正在修行的时候 突然之间 心里 这个第六意识的想 想心所的功用 突然想起来 爱神通 心爱神通 这个爱的润身无名 一动 啊 就招摩的机会就来了 啊 魔王就知道了 啊 他在想要神通 神通 实际上 要等到成佛之后 不愁没有神通 啊 这个勉强 勉强要求 毕竟是 会遭到问题 啊 那么这个神通的功用在哪里呢 因为它有种种变化 种种变化是说明神通的功用 啊 比如说 嗯 天眼通 能看到死方世界 天眼通 能听到很远的死 与声音 啊 他心通 知道别人的心事 属命通 知道自己的过去未来 啊 如意通 要到哪里 心一动就到 啊 这五通啊 啊 嗯 没有断烦恼 了声时的 这个 有神力的 神鬼都有 啊 只有这个 漏尽通 断烦恼的 这必定要超出三界 啊 阿罗汉以上 啊 所以 现在这里 只是说 他想 也希望有五通 啊 那么 他要神通做什么呢 研究化缘 但是他要求要神通的这个目标 他要研究一些万化的根源 世出世间宇宙万游 啊 神罗万象 啊 一报正报 一些的这个 变化的根源 啊 这万物的起源 他想要知道 啊 他想有神通就能知道 所以他贪求神力 贪求 啊 啊 这曲 有神通 有威力 他这个念头 一动啊 魔王就知道了 所以 而是天猫 后的奇变 灰金妇人 口舌金发 这跟天文差不多啊 呃 魔王知道了 马上 知道这个方便了 呃 灰金 派这个金怪 啊 妖魔鬼怪 啊 附在这个别人的身上 啊 啊 这个被负的人 他绝对会说话啊 啊 口舌金发啊 啊 说的都是魔法啊 啊 其人 成不觉知魔着 一言自得 无上涅槃 其人就是 某所负的人 啊 某所负的人啊 他自己不知道啊 啊 诚实他自己不知道 被某所着 某父亲 他 根本不知道啊 啊 也 会 绝对说话 说的话 都是魔的话 说他已经成佛了 在他无上涅槃了 涅槃是礼啊 无上是佛国 佛所清正的涅槃 那是究竟的 呃 根本他是福说八道 呃 他说他已经知道了 呃 实际上是 魔的话 来的求通善男子处 呼作说八 他 这个某所负的人来到 想要求神通的 这个破响应的人的 人的面前 啊 你要求神通吗 这个善男子想求神通 他就呼及法座 跟他说八 啊 这个某所负的人呢 他就显现他的神通力量 下面就是 某所负的人在献神通了 啊 你看看他的神通吧 啊 使人 霍福 守之火光 守揣其光 分之所清四中头上 四周听人 盯上火光 贴藏树吃 义无热性 成不分操 这是现 对火的自在 啊 啊 地水火风四法当中 在这个世大 他的火 火 火 你稍微碰到他 就会被烧啊 可是 他现在他有神通 他的神通是怎么做呢 他呀 把这个 一大堆的火 拿来 然后把这个火光啊 火不是永久有光吗 他把这个火出来 噴拔 好像是噴这个东西一样哈 把这个火 哎 这个 龙一拔在你的头上 龙一拔在他的头上 啊 这个火都插在人的头上 啊 这个火光都藏了好几次 数次 随便三两次 啊 都把这个火光 用搓 搓就是 哎 比如说一大堆嘛 手搓一搓 抓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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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一把来 把你插在头上 哦 用这种方法 本来这个火的很热的东西 可是 他的手有办法 他手抓到这个火 抓一把 放在你的头上 就 就会停在你的头上 啊 随便抓一把 又在你的头上 哎 你是在头上 有一把火呀 熔熔烈火在 在在在在 在冻在烧啊 可是 没修 没有热情 也不会杀到你的头 啊 根本就没事 啊 头上都有火 啊 所以福利索丁 四种头上 四种 就是佛弟子的四种弟子啊 在家出家 出家的 啊 比丘比丘尼 在家的 啊 尤波山尤波伊 这个四种头上 可能当时他因为显神中啊 都会很多人来看啊 人 是好奇的动物 最啊 最好奇 有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他马上就来了 所以看到这个 呃 他正在现这个火的神中啊 毕竟就会有很多人来啊 因此都他都把这个火呀 一把一把出来 封在你们 每一个人的头顶上 啊 而这个火都是藏了好几次 数次啊 或者是两三次啊 随便都几次 哦 这个几次藏的火在头上 这不是聊的 啊 可是很奇怪的 你看这个火并没有热性 这个火并没有热性 维修 啊 呃 也不分烧 尘不分烧 并不会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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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火在头里 你的头上 你的头发会被烧掉 没有 不会的 啊 他也不会烧 这是显示他 对火的自在 全就是他的神通 很怪吧 你看这个魔有这个力量 你们现在一般这个讲有神通 那算什么 小小的一点点 根本就不能比啊 大无见小无 啊 呃 现在人讲神通都是一点 啊 小意思而已啊 怎么能跟这个魔再比 你看魔 啊 你有这个力量 能不能够把这个火 一把一把分在人的头上吗 你试试看 啊 手去碰他就会被烧 可是他不会 他能把火分在所有听众的头上 每个人都一把火 啊 用用烈火在头上 可是又不会烧 对他没有妨碍 啊 这就是神通啊 这个神通最大啊 不在聊了 所以这个虚人的头上啊 他跟人说话 他说 你不要以为我有什么了不起 我呀 我呀 比那个任元经的五十月魔的魔鬼啊 我还想他很远呢 我还不提他 只等只拿这个来比就可以知道了 啊 我相信 徐元老师他不可能把火呀 搓一把一把在头上 啊 所以 他说的是实话 他是 我是 啊 还不是成佛的 啊 究竟佛果 你不要想的太多啊 啊 意思就是 你不要把他看得太高了啊 啊 可是你这个魔 这么厉害啊 啊 所以 如果是魔在搞鬼啊 你不要照骗 你看他有这么大的力量啊 啊 这下来对水的事在 或水上行 如律平地 或者是他在水的上面啊 走来走去 好像在地上面的走路一样 啊 那么这个水 他踩在上面啊 不会沉下去 啊 而且跟 这个地面上走路一样 啊 必定还有一种啊 经理没有说出来 什么 卡帝马为达 啊 摸现这个神通的时候啊 他在水上面走来走去啊 他脚底还不沾到水 还有这个可能啊 河上铁口呢 河在这个水呢 啊 所以他这些文字简单 啊 水上行啊 如律平地 好像走在平地一样 啊 可是他脚底可以不沾水 啊 他有这个功夫 啊 这是对水的这个自在 或于空 或于空中安坐不动 这是在空 得到自在 在区域空中自在 他可以在虚空之中 盘腿坐起来 坐给你看 随便在空中坐 距离地上 啊 三次五次一丈 啊 在空中随便盘腿坐起来 又不会掉下来 啊 这是显示他的神通 在空中的自在 啊 有的自在容易显示啊 空的自在不简单啊 啊 啊 在虚空之中 随随便 腿盘起来 哎 一坐 哎 他坐在哪里啊 一步步掉下来 还有一种啊 或入瓶内 或入囊中 若又走透圆 成无障碍 这是说明 他的大小无碍 四次无碍的这个功能 说他的神通啊 他能让大小无碍 平 水平啊 啊 人 最起码五次多高啊 现在人啊 啊 五次多高 他把这个人 五次多高的身体 钻在这个 不到一只 或者五寸 这么一个小瓶子里面 啊 大小无碍 他身体跑到那里面去 瓶子没有放大 啊 身体没有塑条 就跑到那里面去 啊 这是他 可以入一瓶内 显示他的大小无碍 或者囊中 囊是袋子 袋子 随便一个袋子 在他跑到那里面去 啊 你也束缚不了他 他要出来就出来 要进去就进去 自由自在 这就是显示他大小无碍 若又透圆 这是说明他 呃 这个四次无碍 四一四之间 所有的万物啊 他都得到无碍 又 又 是窗又 窗户 啊 门窗 门窗关起来 他照样可以进出 圆 是墙 墙 啊 这个 内阳经讲义啊 他这个字搞错了 啊 呃 原因法师的讲义啊 呃 越右透 透圆 他这个讲义里面 印出透墙 啊 为墙 这样一识可通啊 但是 经文不是这个字 经文不是那个墙字 经文是圆字 圆也是墙啦 啊 不过这个经文原来是透圆不是透墙 啊 意思就是说 围墙也关不出他啊 啊 所有的墙壁都围不出他 他足可以自由自在地进进出出 这一点并不什么奇怪 如果是鬼道众生啊 呃 呃 我们人的防护墙壁 他无碍 可以自由进出 啊 因为他的境界跟我们不一样 人看到有障碍的 在鬼是没有障碍 啊 呃 所以这个神通 还不不什么稀奇啊 啊 因为鬼道众生都有这个可能啊 啊 他们在这个 呃 入瓶中 啊 呃 超越这个窗友 透过墙壁 都没有障碍 成无障碍 这些东西对于他都不会有障碍 那么就是显示他的神通很大啊 不得了啊 你想要神通啊 那么因此这个摩君就派这个 呃 神通最大的来引诱你 给你看 哦 看这个谁活自在 大小无碍 世事无碍 让你看着啊 呃 这个 呃 眼花缭乱 不过有一种啊 他是做不到的 什么呢 唯一刀兵不得自在 哦 这个摩君啊 他再大的神通啊 对这个刀兵 他不能自在 你刀去砍他 他会出让 兵器去伤他 他会出让 为什么 他有我啊 他没有破我啊 他有我之 有我之就有身体 有身体 你就会遭到这个刀兵的损害 所以 自在这个刀枪 兵器 他不能自在 哦 如果 由这个魔怪来 你第一个办法呀 就拿刀来砍他 哈哈 哈哈 哎 那怎么可以杀神啊 你不敢这样做嘛 啊 如果他真正是魔 你不妨试试看 哦 一刀砍下去 他 必定是吃不消的 为什么 因为他有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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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